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六点钟新闻报导节目时间 今天是2021年11月8日星期一的下午六点钟时间 今节由我许刘生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视频 留下言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部 沙冷戏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天依然继续相当多人报名关于立法会选举 我今早早 望向的香港早晨时段也有说到 民主思路终于有零的得破 有一个足够提名票可以去报名参选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一听到这个位置 就觉得出动到汤家华 去到拉票才能够得到一个提名 都叫做出进九牛二虎之力那一只 突然间有一个在荃湾的民主派区议员 叫做刘卓宇 他也很有趣 突然间又说了有足够的市民提名 是可以再去下一步 就是争取选位的支持 那究竟有没有呢 总选有一个民主派能够过到宣誓这一关之后的 叫做想去试一试能否入闸 当然入闸之前已经很多人拦住这个闸 可能在你后面很劲地说 反骨仔 二影仔 出卖手足 便捷等等 因为其他那些 你看我 我连区议员都没得做 因为我怕追身过百万 所以就没做了 有些可能他们照去试试宣誓 但宣誓就DQ 现在你又没有被人DQ 还能够有机会 可能入闸闸 还不骂你 但他们的心态就是家产生常说的 王子华所说的鱼蛋论 即是自己吃不到都不能被人吃 其实之前也传过这个叫做刘卓宇 他说想选的 又骂了一层 骂的时候 他就没什么再去叫回应 静悄悄吃鸡批 继续试一试能不能够叫做拿到选委的票 那又不要说 他能够叫做过到宣誓的那一关 那假如真的被他能够叫做拿到选委的票 说不是 真的被他入闸的 那他选不选到 有一件事 就是过到资深会的那一关 如果是的 都挺过人 但都是那一句 这些是很公平的 如果他真的有能力 或者是合乎资格去参选的话 那为什么要这样骂他呢 现在所见 这帮王友的人渣 那个嘴链就是这样来的 那对于今天另一个风头人物 走了去报名参选的都挺爆笑 亦都是被人会有一种 好像焦点为什么不是放在我里面 明明是我来选的 就是经常管住陈同佳的管浩明 他就来参选这个叫做选委界 那些人一见到他 就问陈同佳 陈同佳的事 我想到人挺有趣的事 假如大家例事的话 陈同佳他一无事做的 还说他胖了 这个无事做的人 百无了赖 住在深山 可不可以邀请他出山呢 出山做什么呢 就是做管浩明的助选团 哇 肯定啊 很多人就来看他的风采 如果真的的话 大家例事到时 潘妈妈是第一个追击管浩明的人 记住 不可以到时胡乱去抛轰这些参选型 不可以胡乱来的 我等一下会再说多一点 因为有一位泛民的老友记 都开了香港 那我们再说多一点 管浩明有什么要说好吗 那最爆笑是什么呢 这些媒体怎样去称呼管浩明呢 可能你说 性工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就可以了 不是 现在他的title 唱了很多 就是叫做协助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的 性工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 是不是 唱了很多 那他说他今天早上就去了政府总部那边 就报名 参选选委界别 那你不断问陈同佳 陈同佳 陈同佳 陈同佳的话 那他一定会砍头跟你说 我的参选和陈同佳是两回事的 他说 无论究竟有没有当选都好 都会继续协助陈同佳承担责任 他不相信 会导致宗教会政治化 他说 当选的话 都要处理很多民生的问题 如果他真的做了立法会议员 肯定整天被潘妈妈追着来咬 意思不是用口咬他 追击着他要做的事 可能说 这个立法会议员 我要见他 跟他说 为什么不帮我的女儿 如果真的媒体在今天报名的时候 真的继续要问他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你是管浩明 你答不答 那没办法 一定都要答 继续讲回陈同佳 关于那个签证 批不批那方面 那些古灵精怪 都是无限述回那些答案的 见他都是 他再认真地说 无论他能否进入立法会 他每天都会想解决陈同佳的事 对他来说 只是想求一个机会 他自己做错事 他去承担 希望大家理解 如果大家例事 管浩明真的在 今届的立法会胜出了 如果真的这么有趣 又将逃犯修订条例重新搬出来 他都挺过瘾的 那说了两个想参选的人 不如说一个不想做的人 就是有像哥之称 叫做黄定光 这个黄定光 称像哥有一个更经典的 他经常在立法会里睡觉 和这个叫做剪指甲 他现在就告别 17年的议会生涯就够了 决定要退出进出口戒 终于不用在立法会了 可以回家就慢慢睡了 他也说了 为什么会睡觉和剪指甲呢 他说当年有反对派议员在会议期间拉布 和说一些无谓的东西 把你绑架在议会室里面 令他觉得很痛苦 你觉得很痛苦 是不是想用睡觉 来超脱到这一刻的当下在立法会里面的痛苦 睡到那个不是睁大口 整个头都摇在后面 可能他不是睡觉那么简单 他是灵魂出了体 就可以解脱到他这一种的痛苦 也都不需要再说给泛民绑架在议会室内里面 他的灵魂是自由的 当时他剪指甲是什么时候的 其实发生在2015年的财务委员会会议里面 当时还是立法会员的范国威 说有没有搞错 像哥在这里剪指甲 算是厚的 要不是用脚夹来剪 这个是开玩笑的 不会这样做 他说当时自己的指甲崩了 原本可以在写字楼剪好才开会 当时就叫他急着去开会 又说如果坐位 剪指甲也不影响会议的进行 是不影响会议的进行 但是观感和态度就不是那么好 说起还有一笑就敏恩仇 反正都不做 直接说 他说早年在会议上 跟梁国雄 陈伟业 这些非建制派的人争辩 大家可能双方的立场不同 咳哩巴辣拉罂 但是私底下呢 原来是有交往的 见面的时候亦都会打招呼 那时候也有说过 芒果佬王毓民 在立法会里讲得很激 青梗暴烟 指着人来骂 还记得 好像不知道fol刚刚跟 dese 我讨论他还是建制方面 我突然不太记得哪个人 就说他这个人到时候一出了议会议事厅 就立刻嘻嘻嘻 说看我在Facebook或者YouTube里面 有多少人like那段影片 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的这个人 那些是一场戏来的 他自在要like数和view数 这样都可以 再说回刚才所说 假如潘妈妈去咀管浩明的话 有机会是会涉嫌 叫做违法 那谁出来跟大家先说呢 其实是不是吓你 只不过是通知你而已 是不是吓你 或者说些什么 或者你怎样看呢 是个人的观感来的 你不能把你个人观感和情绪 就吐注于在全国僑联副主席盧端的身上 今天又在日月晨报就写了一篇文 就提到下个月的立法会选举 他所说有泛民的人已经对报名 或者有意参选的非建制派人恶意围攻 想要他们就叫做见光死 不知道刚刚所说的那个 叫做刘卓宇的会不会就是 正是所说的这个人 是不是要去见光死呢 就说如果这样做的话 等于和这个新的选举制度背道而驰的表现 中央也希望泛民和这个叫做新的选举制 就一起双向而行 就一起走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 就有可能触犯这个叫做选举条例 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到 以各种方式恐吓或威胁参选人或选民的话 来影响他们参选或者投票的决定 就有可能触犯了选举 括弧舞弊及非法行为的条例 说到过去的修例风波里面 泛民整体上都扮演一个叫做极坏的角色 产生了极坏的作用 极的极极极极极极坏 但是中央也没有放弃泛民 仍然给泛民的机会和空间 新的制度下不是想搞清一色 会留泛民的一些空间 不过很可惜他们现在 可谓敬酒不饮饭罚酒 那又是不是有少少 其实总有人想选 只不过有碍于那帮瘟的那帮 世大 人可能未必多 但是声音够大够瘟 令到有一部分人都不知怎算好 再说说另一些新闻 说了这么久有关于选举的问题 另一个热控的话题 香港很明显有关于通关的问题 是不是大家忍耐不了呢 现在很多谣言 很多消息就叫做满天飞 加因特首林郑月娥在日前说 希望明年二月的时候 可以和内地较有规模通关 接受一些传媒访问时都说到 通关要逐步有序 如果香港只是小规模使用安心出行的话 是不能够达至通关的目的 就说政府在研究中 如何扩展更多的地方 是需要使用安心出行的 可能真的要给一个小小的时间 那些人会消化一下这个apps 究竟是怎样 现在预料 初期的通关是限于广东省的地区 而和本港接让的深圳六路口岸 或者港珠澳大桥 或者可能是成为首批开放的口岸都不顶了 也透露一点点 说通关初期会有这个叫配额制 这些都说了很久了 那些什么优先次序 哪个哪个先 之前也有提过 之前所提到的要上载你安心出行的记录 还有在过关之后 也都要接受内地的健康码系统等等 我想这些似乎真的走不掉了 对于安心出行的问题 即是说未来可能要扩展更多的地方 他也说了先的 也明白部分无意到内地的市民 会不满同样都会受到限制 这就对了 这个先先帮自己包起头盔 即是说我知道你不回去 没有理由我都要付出买 其实我都不需要介意 因为做多好过做少 对于防疫方面 他也说的 认为涉及到公共卫生的事宜 就像土地发展一样 某程度都是叫做少数服从 多数希望公众的谅解 好坦白说 你这一刻不需要回去内地 说不定你之后有一天 你也需要回去 甚至乎你不回去 可能你的家人需要回去 那又会不会呢 我们或者不要那么自私 好了 那我们就讲一下这帮黑暴友 他们这帮黄友的事挺搞笑 还有他们今天很开心 就是关于什么事呢 那个什么周冠威 即是十年的其中一节的导演 或者他也是整套电影的总指挥 他们拍了一个纪录片叫时代革命 他拍完这个时代革命之后 其实他是更加疯的 那么据说因为他拍这个时代革命的时候 他穿梭于这些叫做暴徒 用这个叫做暴徒视觉 去看警方 去陪着这些暴徒身边在一起 来拍摄这套那个叫做什么时代革命的东西 因此他就会觉得 喂这些真是我的手足来的 帮他顶过这个塑胶的莲纸巾 或者其他不同的东西 和他们一起叫做同金共苦 这些反而更加比许智峰的叫做手足 现在他在东京新作家主义影展里面 就有一场特别场 记得有特别场才放你那套时代革命 有一些在日本居住的香港人 就说好厉害啊 今天戏院全间爆满 播放这个时代革命之后 全场拍手拍了一两分钟 他说这个我觉得很有乐意的意思 他说有日本观众看完流马鸟 有没有那么夸张啊 为了你这件事流马鸟 还是他眼睏得太大喊流眼水呢 还有如果真的日本方面的媒体 或者电影方面 这么重视你这套的话 我觉得不会这么少访问的 你会发觉是没有人去访问 东京那方面对于这套戏的人有什么感觉 没有的啊 流眼泪反而是这个周冠威 接受回叫朝日新闻的采访而已 为什么这么有趣啊 你说什么好感动啊 又是拍了也拍了多久啊 还是怎样怎样的 那个流眼泪的日本观众呢 有没有去访问一下 为什么这么紧张 有什么值得你流泪啊 这个真的很好笑啊 接着这个周冠威又说 哇 真的很厉害啊 全家这件事令我觉得很神奇啊 接着有些住在日本的香港人都说 颠到这些黄到爆炸的 我早上凌晨4点才知道 东京呢 还有位置正 那么就趕着去买票啦 哇 接着去到现场发现到啊 全场爆满啊 基本上呢 有能力去得到的人呢 都会出来啊 这些香港人呢 又很在意这些东西啊 那所以就一定呢 要拉冲去看咯 哇 这些真是黄到爆 颠到爆啊 喂 大佬 这些什么时代革命的东西 你不是在香港现场的啊 喂 这帮人多么得人害怕啊 你还当他们是英雄 喂 是不是瘋的啊 感动流泪啊 这个真是笑得我吐了 我们可能来看一看 日本方面究竟 有没有讲他们这帮有的 新闻才行 即是大赞啊 这套东西啊 又是什么什么 怎样怎样是代表了一个时代啊 代表了香港青少年啊 还是什么都好 下一代什么都好 喂 我看看就会没有这些新闻啊 我觉得呢 可能没有啦 不过呢 可能就算有的话 可能得轻轻几句啦 但是他们就已经将它放到鬼迷那么大了 那讲多一点通关的东西啦 因为有个新的传闻也挺有趣的 那就说通关的初期呢 会有这个叫熔断机制的 如果有一宗的本地确诊呢 就会立刻叫停 我想大家如果是的话 好好遵守这件事啦 大家用点心思努力点 我想可以呢 维持一段更加长的时间 可以叫做 没有确诊呢 都会好很多的 都是要靠大家的努力啦 那就说一下啦 这个天气方面呢 哇 越讲越冻啊 好像说 虽然啊 我说就是说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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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意思是指 就说呢 大埔上水等等的地区呢 明天早上呢 只有14度 哇 这么冻呢 我不知道大家会有同一个感觉 如果要上班那些呢 一定有这种感觉蔓延就是 我真的很不想离开的皮豆 我想继续睡觉 哇 下周初呢 就会回升到26度啦 那这段时间呢 大家就要给一点点耐性呢 去忍一忍啊 那好了 我们暂时呢 讲到这里先啦 今天的六点钟新闻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